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北海道东北方的一个地方叫做王走 王走每年最出名的就是冬天的破冰船 因为每到了8到11月 王走更是鲑鱼回油产卵的好地方 据说光是从王走地区卖出去的鲑鱼 三个月的营额就可以突破23亿台币 透过镜头我们带您一场北海道鲑鱼的好滋味 每年的8到11月是捕捞北海道鲑鱼的最佳季节 光靠这三个月 王走市就能卖出23亿新台币的鲑鱼 说它是鲑鱼的故乡 一点也不为过 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日本北海道东边的王走渔港 那么说到王走渔港 大家一定会想到鲑鱼啦 因为这边的鲑鱼产量是全日本第一 一年可以卖到60亿日元这么多 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在我身边的这个渔船 为什么不是停在海里而停在岸上呢 因为每年的1月王走这边的海面会结冰 一旦结冰之后呢 这个船如果停在海里很容易被割伤 所以渔民就会把这个渔船停在岸边 像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景观方式 走近距离王走渔港车程不到5分钟的海鲜居酒屋 你会发现一位身形壮硕 媲美日本相扑选手的老板 他是位不折不扣的鲑鱼达人 老板说因为临近北海道的厄货刺客海 中年低温 特别适合鲑鱼生长 一位1600块钱台币的鲑鱼并不稀奇 你有看过一位16000块钱的梦幻鲑鱼吗 店长将珍藏的梦幻鲑鱼 拿出来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个超多脂肪的 这个是梦幻鲑鲑鱼 凍得也切得了 看法是哪个不同的吗 看法是这个青色和鱼子 没什么鱼片 这种不同的 眼睛量比较近 肚子眼的感觉 一万条鲑鱼 一条梦幻的鲑鱼 到底这稀有的梦幻鲑鱼味道如何 我们让在地使客亲自告诉您 这个是厉害的 厉害的 这个是绝对他才能吃的 脂肪 脂肪 脂肪吃的 脂肪 脂肪 他说烤鱼的技巧 就是先烤皮 再烤身体 烤鱼的炭火和烤肉不同 是混合两种不同的炭哦 烤到全熟的北海道鲑鱼 因为油脂分布均匀 表皮为糟 里头的肉鲜嫩多汁 富含DHA 吃一口 溃味无穷 在北海道的王走地区 鮭鱼还可以租炸做成盖饭 日文叫做 酱qué鶱鶵 你知道它的出来吗 啊 非常有趣吗 酱qué鶵就是说 酱qué鶵是说 酱qué鶵就是rup 적的 酱鶵是炸鶵的意思 我应该在中国是中间的国人 中国人 真的你看 长得很像日本的那种 可以炸鸡有没有 对 这看似炸鸡的炸鱼啊 做法其实不难 先将切成条状的鱼肉 沾秘方日式酱汁 裹上炸粉 轻轻用手捏一下 让它成为球状 下180度油锅酥炸 放在饭上搭配四种配菜 就是北海道特有的炸鸡盖饭 主厨特地让我抢先 是吃一小口 吃起来很像炸鸡 表面很像炸鸡 很酥 但是里面很软 吃得出是鱼肉 如果觉得盖饭定食分量太多 这里的鲑鱼也可以炸成天妇罗 四片售价200块钱 还有不能拿来做成单点 料理的鱼头和鱼味 在厨师们的巧手下 与红白萝卜一块煮成三瓶汁 也就是当地的鱼汤 调味只用少许海盐 喝起来清爽不油腻 味道很清甜 然后一点点的鲜白味道 很清甜 很淡 好鲜哦 鱼的香味 每年秋天来到王走鱼港 鲜嫩肥美的鲑鱼 绝对是老饕必吃首选 不论是吃生的还是炸的 甚至拿来煮汤 都有不同的感受 甚至是一口要价 140块钱的珍贵梦幻鲑鱼 就带您亲自来尝鲜咯